钱早就给他们了 哎呀我真的 怎么办呀哥哥姐帅妈 怎么搞 那就不用怕 你怕什么 那你怕什么 我就是害怕他对吧 哥哥姐帅妈那么凶了 我一个人的话 我我肯定我也不敢过去 哥哥姐帅妈 他那么凶 给明哥打电话 要给明哥打电话吗 哥哥姐帅妈 要给明哥打电话吗 回去看一下 那那行吧 那我回去看一下吧 哥哥姐帅妈 那我回去看一下吧 送信尼吗 送信尼吗 我回去看一下吧 哥哥哥姐帅妈 我回去看一下吧 那个现在那个大哥 他也一直 他也跟着我 我跟那个大哥 一起去的话 我也 我也比较放心 哥哥姐帅妈 我跟那个大哥 一起去的话 我 我也比较放心 你 你 你 不要怕 给明哥 打电话 叫他马上来你家 给明哥打电话吗 哥哥姐帅妈 给明哥打电话吗 我现在给明哥打电话吗 哥哥姐帅妈 给明哥打电话吗 哥哥姐帅妈 对 你们说要不要打 要打的打个打 哥哥姐帅妈 要打的打个打 不打的打个不打 哥哥姐帅妈 不要 对 哥哥姐帅妈 你们 说的要打的打个打 不打的打个不打 哥姐帅妈 要打电话的打个打 明哥打电话过来 喂 喂 喂阿妹 你打电话了 刚刚 嗯 我今天一直给你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哦 我手机 我手机那个没电了 刚刚 哦 你通上电 哦 你手机没电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 是什么事了呢 我一直在这边解决 那个 跟那个 跟你 之前爸爸介绍那个人 跟他聊 哦 那你们现在聊完了吗 哎呀 哦 他真的是一个不赖 阿妹 我真的是 哎 他有没有为了你们呀 那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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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这个事情 我们还需要再好好把它处理好 要不然以后 要不然以后会不好解 现在不好解 现在解决不好的话 以后他还会 他还要去骚扰你找你麻烦的话 我觉得就不好了 你们现在还没有说完吗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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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外面给你打电话的 哦 你在干嘛呀 现在 哦 我在外面了 我要不要跟您哥讲过电话 你今天 你今天又上山去 又上山去了吗 哦 我今天在家 我没上山 哦 今天去书山货了吗 没有 我今天就在家里面 哦 哦 那我怎么听说你今天去什么打打小工了 今天表哥说 没 表哥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阿妹你 我跟你说了 我不是把那个钱给你了吗 你就拿着那个钱去做一点农产品生意 那就好了 你不要不要累着了 不累明哥 而且你那样的话我你那样的话我会心疼你的 而且 明哥 我也知道你最近你最近的话你你公司上面你也就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这个钱的话我不能要 你看 你看 你为什么还跟我分的那么精神我公司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放心吧阿贝 好不好 你不要担心 你我怎么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呀我怎么感觉你有事要说呀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 喂 我我在 我们要不要说呀可可解释了我们要不要跟明哥讲呀 我要不要给他添麻烦我害怕他又担心了 说 要说是不是 明哥 哎 这样的卡了吗我进不进呀 就是我跟你说 就是有一个就是刚刚的会有我们这的有一个大哥 他我就是我回来的路上他跑过来跟我说说我 就是我 我的我家门口有一个来了一个人他一直在那里敲门一直在那里踢了门 喂 刚卡了卡了吗 你刚刚说什么刚刚说有个人什么 刚刚有个人就是他在我家门口一直在那里堵着说今天要来找我又在那里踢门又在那里敲的 啊 真是假的呀 真的 刚刚有一个大哥过来这样子说 我现在话我回我说我回去看一下 哎呦那那那那那你旁边现在有没有人你一个人不要回去哦 你等着我们我们这儿马上回来马上赶回来 我旁边有人我刚刚你我叫那个大哥他让他叫他跟我一起去这个大哥的话人也挺好的他说我一个人去的话也不安全他说他跟我一起去 哦那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就让那个大哥跟你去 好那我就我等会我就我就让这个大哥跟我一起回去看 明哥你放心吧那那那你有什么事那随时要跟我讲啊好好 我你等着我们我们回来我们看一下他要干嘛你们要回来是吗阿妹不用怕 好我不怕明哥等会你们要回来吗 那会我们你肯定要回来呀你看本来我 说这家没事解决就回去了 你现在遇到这种事的话我肯定要上来的 好好的好的明哥 好好好那我先挂了 啊那那挂了吧 好 哥哥哥也帅嘛 明哥他们等会表哥他们应该也要回来 我现在的话我 我我我跟这个大哥我我们两个先回去看一下 我跟现在我跟这个大哥的话明哥正好 对明哥明哥他人的话很好的哥哥也帅嘛 现在的话我就跟这个大哥我们俩一起回去看一下 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过我就回去看一下我看这个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来我家要到底要干嘛 快去 那行吧那行吧哥哥姐帅嘛 那我就回去看一下吧 他为什么要来我家敲门踢门对不对 而且我对我的话 哥哥姐帅嘛真的你你们 应该关注阿妹这么久了对吧哥哥姐帅嘛 你们关注阿妹这么久了你们应该知道阿妹的为人 我真的从来都都是不会去得罪一个人 真的我从来都不会跟一个人去吵呀那些什么的 我都不会的哥姐帅嘛我现在的话开着直播 带你们过去看一下 所以我我就带着直播 小心一点好的哥哥姐帅嘛 阿妹没事的我们一直在你身后 其实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帅嘛 我现在的话我就回去看一下 跟着那个大哥一起 好的好的哥哥姐帅嘛 我现在的话我也跟着那个大哥一起的 那个大哥他一直跟着我的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哥哥姐帅嘛 我要我要到了哥哥姐帅嘛 我要到了 阿妹他来了 大神来了 来了吗 来了 好哥哥姐帅嘛 他在哪里是不是 对啊 大哥好人会帮你的 我知道哥哥有说没那个 你知道那个 你干嘛呀大神 怎么回事呀 你在阿妹家干嘛呀 你咋不在五多天在这来了 我在你五多等了你一天 你这是哪个的房子 你等我一天 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都弄倒了呀 你 这怎么回事呀你 我弄倒的 他本来就是倒的 你看这些东西我走的时候都好好的 我为什么现在就倒了呢 我 你看 风吹的 风吹的 怎么可能是风吹的 你看这些架子 还有那个背柴的 你看我的门 你都被你 刚刚 你看我那个门 狗怎么可能把它弄坏嘛 你看那个锁都掉了 我弄了 你弄的 你为什么要去弄我那个门呀 还钱 还钱 还什么钱呀 还钱 我给你说还钱 我刚看你的直播了 说那个小明 给了你五万块钱 现在我钱还了 但是我没欠你钱的嘛 你没钱我钱 你妈了还是欠我的钱 我 我爸爸妈妈欠你的钱 哥哥姐说 我 爸爸 爸爸欠的那个钱 之前我爸爸不是给你了吗 没给我 没给我手朵啊 没给到我手头 哥姐说你们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是之前我爸爸说我那个钱他拿不出来 他说他还给别人了 他还给他还给你老公了呀 没有没还给我 我没收到钱啊 你给我 他不是他没给 他没给你他给你他你老公了 我不晓得 你给你老公了你去找他老公呀 你找阿美干嘛 对啊 哥哥姐说 咱们对不对 他妈老婆接的我的钱的嘛 他妈老婆接的 他要还给我 他人家给你给你给你老公了的嘛 什么时候给的嘛 对啊 之前我爸爸他都跟我说了他把那个钱给你老公了他给你还回去了呀 你显示不在直播 这咋个样 你显示不在直播 对对我在我在直播 你镜头我跟你讲你手机把对到我 我手机我对着你了你我手机我要对着你的 你把对到我你对到我我马上搞你 人没对着你阿美没对着你 你看阿美删的你就一起来欺负阿美是吧 不是他他老公接不是他妈那时候接我的钱 那人家给你老公了呀 对啊我爸爸给你老公了 接了五千现在了还不还还不还给我 还了还给你老公了早就还了 哥姐帅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呀 哥哥姐帅们你们还记不记得 记不得记不得没还记得的打个记得 哥姐帅们当时候我手里头 这是当时我爸爸说的是 他说他这个钱他拿不出来了 他说他已经还给别人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哥哥姐帅吗 我爸爸是说过这句话的 记得的打个记得哥哥姐帅吗 对啊人阿美的直播机里面 哥哥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已经还了呢 你看到了你有证据啊 你有证据你看他们都记得呢 你看他们都记得呢 你看他们都记得你你这 不能这样子搞对不对 哥哥姐帅吗 这个钱本来就还 他们记得他们来还给我 他们记得他们还给我 什么呀 你这不是 那你去找你老公要呀 对啊你去问他嘛 你去问他 我不晓得他走以前了 也不晓得坐儿鸡老抛了 不然你钱是从我手上垃圾走了 现在还在我手里面 当时我我当时我爸爸给你们还过去的时候我爸爸说你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说的是给你跟给他都是一样的你们是这样子说的呀 那是我的钱不是他的钱好那是我的钱 你要还在我手里面 现在你刚看你直播了说那个啥子叫哈子明啊那个 明哥呀给了你5万块钱是不是吗 没有那个明哥他没有给我5万块钱呀 他怎么可能要给我5万块钱吗是不是 我刚看了直播了说给了你5万块钱是不是给了吗 没有给呀明哥他怎么可能会给我钱吗 我都不认识他的 我俩只是我俩只是认识认识 而且我跟他不熟的他没有给我钱 咋个可能没给你钱我刚看了直播我专门从你上面的屋头找下来的上面屋头靠了你半天的门你人都不在 我上面那个家你也去了呀 去了 什么都没得我专门找下来的 你真的我爸爸都说了给你那个钱了好久给了嘛 我看你就是看阿妹太善良了来欺负阿妹 你肯定没给我我给你啊我给了的好久给了嘛给了你看他给了你看他给了你给我嘛 那哥哥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已经给了给了你老公不是给你的 我儿子要给我我儿子要把我钱给他 那当然是我们就说不认识明哥哥有算吗直接就给他吧我们就说不认识明哥我们不能给明哥添麻烦 很就是明哥明哥肯定给你给你钱了这个孩子明哥这个给你钱了没给呀明哥他没给我钱我都不认识他我们两个只是见过见过几次面而已我你现在这个直播都是他教你了是不是吗没有呀怎么可能吗这个是我自己我自己会播的 我不认识给了你五万没给哥哥姐姐帅们是不是没给 是不是没给哥哥姐帅们 我是看的你直播来的好不好 真的没给今天你举心说了你举心说什么嘛举心那个米哥给了钱了嘞 没给呀哥姐帅嘛给了钱了嘞你看嘛我直播间他们都说没给没给没给对不对哥哥姐帅们都打没给都没有给对不对哥哥姐帅们明哥没有给我钱对不对你看他们都说没有给 明哥没给阿妹钱呀这种给了的你继续说了的说你看嘛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帅们他们都说没有给给了阿妹你你差我的钱要给我呀对不对 你就是看阿妹他商量了来欺负阿妹没有啦我真的没有哥哥姐帅嘛你看嘛你现在看我直播嘛几年了早就还了我爸爸差你们的钱我早就还了呀但是你没没拿给我的嘛拿给我老公不去左右不算 怎么不算啊拿给我才算哈阿妹你这也太欺负阿妹的吧你看那现在把你老公叫过来把我爸爸叫过就是给 给他们打电话问嘛给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嘛你问一下他们给了没有你自己给哪个打电话在对不对哥哥姐帅嘛 把现在就就就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对不对到底有没有给他给我老公不算跟我才算哈阿妹对不对你老公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家子的人对不对哥哥姐帅嘛现在他把我外面也弄的乱糟糟的什么东西全部都没了哥哥姐帅嘛这些东西全部都倒了 打我就打我呗什么就倒了就倒了你这样子的话我手机我可是录着像的我我手机录着像的我我也不怕录你也不怕我是录着的我也不怕但是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你看你把阿妹的东西弄的拉起发套的他没钱我的钱肯定要还过的哥哥说对不对我爸爸都我爸爸都已经还给他了对吧我想到明哥给你拿钱了咧明哥他没给我拿钱呀明哥他没给我拿钱呀明哥都收了咧什么明哥呀你谁跟你说的呀我都没有我自己他有没有拿钱我给我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傻蛋明哥先收了我们就过来了前两天我现在我可是录着像的你现在你现在这样子之前明哥在那里给我按了接控的 录了我也不怕的这里录着像的你藏我的钱我肯定找你要的是不是那个钱我爸爸早就给你老公了他之前就跟我说了的但是他也不跟我的嘛给我才算给我老公不算哈阿妹这怎么就不算了你们俩不算啊不算不算你你这那你给你老公打电话不让他把钱拿 我问一下这样子这样打电话你们自己拿给拿的不拿给我呢你刚才说要把钱拿过来呀把钱现在所以现在就给你老公打电话我们当面问清楚当面说清楚然后我也给我爸爸打电话 我现在我也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看他接不接哥哥几帅吗不打我现在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看他接不接哥哥几帅吗不打我现在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看他接不接哥哥几帅吗我看一下我爸爸我爸爸现在这个点了应该去上班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哥几帅吗 他接不接他接不接反正我就啊我是找你要的哈那个钱都给你老公了那你那个钱我都给你了给我那个我才算哈那你叫你老公过来让他把钱花给阿妹然后让阿妹再给你我也不晓得那是也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我现在我现在就打电话哥哥姐帅吗我现在就打电话哥哥姐帅吗你不要再直播喽 办公里去 我 您好您好您过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播是真的通话中哥哥姐帅梦我爸爸电话没打通呀 您好我再打一个试试 你老婆没给我老公是不是 他就不我爸爸在上班我现在我再给他打一个试试哥哥姐帅梦现在再给他打一个试试 不要打了你把我的钱还给我就要的了咱 你把我的钱还给我我就搜了 我也不不来找你了 您好您过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你们叫哥哥姐帅吗 没接呀没接怎么办呀哥哥姐帅吗没接怎么办 你不要再去弄我的东西了你不要再去你干什么呀我这录着像的你不要去给我弄东西呀 你给不给我快点我快点拉给我什么钱我根本就没有进你的钱 什么叫我家里面有钱呀哥哥姐帅吗什么叫我家里面有钱呀你不要去弄我的东西呀 你干什么快点拿给我快点拿给我 你拿给我我就这个东西赶了 你钱都拿给你老婆了 你这个钱我之前我就给你老婆拿给我老婆不算了 快点拿给我怎么不算啊 哥姐帅梦你看你这个没说你现在弄吗这这录着像的录着像的 我不怕你藏我的钱我肯定要找你要的那个钱我本来就还给你了 我本来就对不对我爸爸之前就还给你了对吧 啊现在你老婆咋不接电话呢 我爸爸肯定是在上班呀而且我们做人对吧 现在已经差点时间了吃饭的时间了 这样已经还给你们我们也无问心无愧对吧我之前我爸爸他早就还给了你们了 你干什么呀 还得拿给我 你不要破坏他们的家具呀 我也没有啊 我给你快点你拿钱给我我就收了 我哥我对吧你这个钱我本来你这个钱本来我就还给你 我去跟他摔摇 我去跟他摔摇 这个人真的他把我外面这些东西全部都弄倒了哥哥姐帅吗 现在刚刚那个大哥把他拉走了 独立群了 对呀哥哥姐帅吗 这个人真的莫名其妙对吧我爸爸之前就早就把那个钱还给他老公了 早就还给他老公了 你们都还记得吧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阿妹这个钱拿不爸爸拿不出来了 他说呃 就是当时他就就是我爸爸他当时就说这个钱他拿不出来了 他说他拿去还给别人了 他是这样这样子说的他早就还给别人了哥哥姐帅吗 他早就把账那些钱那些全部都还完了的 这个人他现在他现在就是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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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 哪有这样子的说法呀 哪有这样子的说法呀 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对吧哥哥姐姐帅们对吧 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我现在我我我看一下我我我再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看看 我再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看看我看他接不接 但是我爸爸他刚才我给他打两个电话的美金应该是应该是去上班了哥哥姐帅们应该是去上班了 阿妹把钱放好 哥姐帅们我这个这个钱的话我不真的我不能要我我我我得我得马上要我我得马上还给明哥 等会明哥他上来了我就把钱还给他 我就把钱还给他我不能给他我不能拿着 你要把明哥的钱给收好 哥姐帅们对这个钱我都要收好 现在要不是那个大哥帮我把那个人拉走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哥姐帅们 阿妹 他走了你不用担心了我都收好了 他走了哦他走了是吧谢谢你啊今天要不是你话他肯定一直都在这里闹没事的 这都是应该的阿妹我今天是找你有点事的找我有点事啊 嗯就是你能不能把我这个东西收了 就我爷爷生病了嘛要去医院看然后我那个钱不够了 我把这个东西卖给你然后我去看我爷爷那个病 哦你你爷爷生病了是不是啊对啊 然后我今天看到你自己在收那个那个货吗 你刚刚就是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来找我收东西所以你才看到他的呀对呀 然后谢谢大哥对哥哥姐说他们都把阿妹打一波谢谢大哥好不好 我们我们都感谢一下这个大哥如果要不是他把刚刚那个人拉走的话今天他肯定一直都会在这里闹的对都打一波谢谢大哥我们谢谢这个大哥哥你睡吧不用谢这个居属之牢 就你看能不能给我收了吗这个 这个你这个东西你你都是你自己找的吗 都是爷爷找的这都是爷爷找的我这些东西都是爷爷找的对 然后他现在生病了然后钱也不够了 他现在生病你你你你带他去看白大怪然后那个钱不够了是不是对啊 哎呦你你家里面其他没有其他人吗 我其他人都出去那个挣钱去了 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在家了现在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家了 现在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家了对啊 你看你这你这些东西 你拿来我看一下好不好哥姐说他们这个大哥的话他刚刚帮了我 他说他现在的话他他是想阿妹你帮一下这个大哥吧 阿妹帮他收了要收了吗哥哥姐姐帅吗 要收了吗 要不要收呀哥哥姐帅吗 我听我听直播机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 好人都说都说好人帮一下他 你帮一下大哥吧都帮他是不是都说帮他是不是 那行吧哥哥姐姐是帅吗 那我就帮他看一下他的东西好不好 那阿妹先看一下他的东西好不好 如果他的东西好我再我再帮帮他把这个东西收了 如果他的这个东西不好的话 我也不收他的肯定要收的帮帮他对吧 收了吧 都说收是不是那行吧哥哥姐帅们现在的话也在向毛毛雨 我们就进去好不好 你你进来做吧你进来做吧 好我还不等会这个雨下大了 所以帅们我还不等会这个雨下大了 你过来你坐吧你坐这吧你坐这吧 等一下啊等一下哥哥姐帅吧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东西好不好 如果他的这个东西好的话我就帮帮他把这个东西收了 对不对如果他的东西不好的话阿妹肯定肯定不会给他收的 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是好东西阿 我这个我这个是好东西阿 你这个是好东西是不是阿 你这个是好东西是不是阿 对阿 嗯 等一下这个就算不 因为是这里的果子 这是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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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啊大哥 嗯 你先坐着 你可以把那个东西你拿出来以后放在这个波机里面 你放在这个波机里面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哎这个东这个 这些东西都弄倒了你不要建议啊 刚刚那个那个他弄的 都有点不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房子的话有点烂糟糟的他刚刚我都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各位先生们这个房子的话有点烂糟糟的他刚刚我都 嗯 好了好了 好了来安排 好了是不是 嗯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口袋有土壕了吗 这个大哥不容易安美输了吧 对哥哥姐说 我现在的话帮他看一下他家的这个东西 嗯 嗯 对啊我这个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找的吗 对我自己都是我爷爷找的 你爷爷找的啊 对啊 那安排你今天一定要给我收了 然后我那个家庭也挺困难的 然后他们都也出去打工了 现在就只剩我爷爷我们两个在家了 然后现在爷爷生病了 也没钱那个看病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你想带你爷爷去看白大褂是不是 对啊 所以把这个卖了 然后去看 你看你这么年轻 对不对 你跟我应该也差不多大哥 我一直都在嫁你大哥 你看你这个年纪的话也跟我差不多 因为之前的话我哥哥姐算吗 之前的话 这个这个大哥的话跟阿妹一样啊 哥哥姐算吗 这个大哥的话跟阿妹一样 因为之前的话 这是我奶奶生病的时候 你有病你看 你知道 我奶奶之前就是 我也想